就是先贿赂 再建立什么一个利用ADO 贿赂所有资料库的资料 就是 这个会不会太长了 就是意思知道就好了 将来这个 SARB名称你可以自己去修订 那基本上头尾就这么多了 这样子完成了 也就是如果你要把 那个SS 其实不一定SS 你其他资料库也可以 这样一行Ctrl C 这个范本其实迷足珍贵 为什么因为以前可能很多 现在我一直把它修正成这么短 为什么剩下这么短就可以了 因为我经历过了很多的测试之后 发现其他都不需要 而且怕干扰了各位 就是越少越好 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越希望 城市越短越好 那就最后就剩下这么一点点 那其他书籍你们可以去买 有些日本人写的书 写了这么一大堆 我想说而且 很多其实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他也放上去 他可能想要赚一点稿费 或者他 他这样一下子书 就没几页 可能人家会觉得内容不丰富 不过实际上真的 这些就够了 那怎么做 另外 呼叫 ADO的方法 有很多 我后来发现 这个方法最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不需要再去 引用什么 ADO那些 不用了 直接这样他就create ADO就OK了 方法最简单 步骤也最少 好 那 可是有些书不是这样讲的 我这个方法是最简单 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就可以引用了 好 那我把这个 复制贴到哪里 贴到我们的那个 VBA里面 所以你要先确定一件事情 有没有建立问题 是 放在我们的 那个一样根木屋底下 建立第一季 如果有的话 应该就没问题 再来把这一段程式 复制 贴到哪里 贴到我们的 这边 叫做 利用 什么 ADO 汇整这个 然后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里面做什么 不外乌就是 切到 第一季 的 A2储存格 建立 ADO 这个上个礼拜讲过 然后驱动程式 是SS的 那 这个Data Source 指的就是说 我现在是放在 List Workbook 就是跟现在 同一个工作部的 同一个路径底下的问题 记得是04 OK 因为之前有同学打 问题4 一定找不到 因为差个0 OK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是 丢给那个 SS 就是帮我查什么 Select from 第一季 特别是你要确定 你那个 Table 就是你的资料表名称 一定也要叫第一季 你不要叫 有的同学会第一月 结果 又抓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根本没有第一季 这个东西 当然抓不到 好 那剩下来的就是 他会帮你把这个 SQL语法 Execute 丢给 SS资料库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 他return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Return一个 买RS 这个东西就是 他查完的结果 会丢给 这个买RS 物件 这个物件呢 就是有点像记忆体里面的一个 表格 买RS 这个表格里面放什么 就是放 我们查完的结果 那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 Range A2 指的就是说 你帮我call到Range A2开始 所以左上角一定从A2开始 后面的用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点 copy 好所以你打一个 COP啦 From Recurset 这都有啦 OK不用背 然后呢 你就是 给他什么呢 给他买RS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他会怎么做呢 帮你把查到的东西 放RS 那买RS再放到A2 去完成了 应该很 很浅显易懂吧 这个我越看越觉得 有点成就感 因为这个东西 应该有点独创性 OK 因为你如果买别的书来看 应该不会这样讲 而且我想应该已经 最精简到一个不行 也没有办法再精简 而且上面我都有注解 所以我应该尽可能的让各位 可以看懂 到底在做什么 最后呢 就把它Range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像刚刚同学问的那个问题 就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清楚 没有东西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 最后你自己再加一个按钮 把它这一行 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都会过 OK 然后这一行如果 可能SS要关一下 然后应该过了表示 你有这个资料库了 这一行过了表示 你有那个table 就是那个资料表 如果 这一行出现的话 那表示你成功了 有没有 OK 结束掉了 资料就搬过 所以你看 两边搬来搬去 其实非常简单 最后的话如果说 你要做一些筛选条件 你可以在select 后面这边可以加一个 会有 哪一个栏位 比如说项目这个栏位 里面你要只有查什么 查笔 可不可以 你要查人员 哪一个栏位里面的哪一个人 他就只捞那个资料过来 那其实 不过这个可能要自己再try一下 你可以加个表单或者input box 可以下个条件 串一下 那你可以跟 资料库沟通 他就会 你要什么 就要什么 我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那 这个地方好像你只告诉我说 SS可以用 如果说我今天可能我们公司 啊 不一定用SS 可能用其他资料库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啊 教各位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 都有那个 解决的方案 他叫做 www 点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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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connection是连线 connection street 就是连线的那个字串 加S connect street connection street 对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里面的话呢 他都有提供 我enter一下看一下 应该如果没背错的话 我开 都 会 等一下 刚刚字是少一个n 所以connection street OK 然后呢 这里面的话就有一个reference 参考 那实际上像我刚刚用的那个 SS这边也有啦 其实SS 我为什么知道呢 其实你会发现 你会看到provider 有没有 data source 实际上我是从这边copy 贴过去的 所以 如果将来你要改的话 主要是这个 open 后面这一串 那如果说你要用 seql server的话 你就在上面找一下 back一下 这边应该会有seql server 或者是 myseql oroco oroco一定也有啦 这边有oroco 那如果你要seql server 可能往下找 在这里 seql server 在这里 有没有 那你seql server的话呢 你要看哪一个版本的seql server 如果你其中 假设这一个好了 然后 透过odbc 怎么呼叫 或者用oledb怎么呼叫 把这个改一下就好了 因为他需要username 跟password 然后你就是 把这一串 贴到我们那个open的后面 他就会接受了 所以基本上这边 我其实基本上之前都有试过 应该没有问题啦 就是说你只是 更换一下 这个后面的这个 呼叫的方法 provider 跟他的那个路径 那因为 ss是一个档案 所以你可以给他一个路径 但是如果你不是 可能是ip位置 或者是seql server name的话 那你可以加 后面可能还可以串 你的id跟password 他就会帮你连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我想你try一下 应该没问题啦 这个东西ado 他连结其他资料库 也都是 类似的用法 所以今天的话 最后是再补一个这个 那如果这一段 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 这个的下面这一段 可以一模一样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其他当然 资料库 如果说你要延伸 这个 可以再 加上筛选条件 比如说后面再加上一个 会有的筛选的那个纸具 你就可以会有哪一个 栏位 然后再丢给他一个万用资源 万用资源 记得好像是百分比 前后百分比 然后给他一个东西 他就帮你去把 你要的 不是全部 而是 你要筛选的条件 找到 然后再 丢回来到 你指定的那个 储存格 全部 通通就过来了 而且这个效率其实还蛮快的 然后基本上 在 内部网络 连结 其实两下子 资料就撈过来 所以 那如果你不知道哪些栏位 你就用 你再把不要的栏位 砍掉 当然 也OK 哪一个 Color你不要 你就把它 就 delete掉 然后 或者是说你再下个筛选条件 OK 那因为 今天 时间的关系 我们 主要就是教各位 做那个 多工作表 快速合并 那这个前提就是 可能你需要多多练习 就是 如何 录制聚集 并且增加 那个 也许是 注解 然后 并且修改 那个 聚集 成为VBA 然后就可以达到 你要的这些效果 最后有补充了一个就是 资料库部分 去查询 那另外有个叫 Connection Street 记得就是 里面的话 如果你需要哪一种Driver 的 顾教方法 上面其实都有提供 非常完整的 而且 测试过应该没有问题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